月季春季发芽后是什么肥 它才能叶片油亮 花苞多又大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肥料 你光给它浇水 光去给它照太阳 是没有用的 肥料这个时候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肥料呢 第一点就是要使用三元复合肥 也就是符合肥料 你不要使用单一的肥料 比如说尿素 当然了你用了尿素以后 它的叶片 一开始会长得比较快 但是后面它就会出现问题了 它的花苞会比较少 甚至没有花苞 因为它光长净叶 花苞就会形成的比较少 比较小 甚至是没有花 就一直涂长 时间长了 这个月季还容易出现问题 长期使用尿素 它会有一个后遗症 就是月季的抗性会减弱 它会容易生虫容易生病 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的依靠 单一的肥料 我们要使用 蛋铃甲都含有的三元复合肥 这样既可以满足它 敬业生长的需求 又能够满足它花苞 形成的需求 第二点就是缓食肥和素效肥 如果说春天的时候 你想让月季的雅典 一下子长起来 让它的花苞形成的更多 更好 形成的更快 因为缓食肥它是慢慢的释放的 它不是一下子释放的 它需要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素效肥 给它补充一股猛力 这样它一下子压点就全部长起来 第三种肥料就是叶面肥 这叶面肥也是很重要的 你想让它叶片油亮长得好看 那我们叶面肥肯定是少不了的 比如说常用的零酸性甲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什么富含氨基酸的这些叶面肥 你就可以给它喷一下 喷完之后它的叶片会显得很油亮 而且看起来又大 又健康 提到健康 我们想让叶片好看的话 当然了你的平常病虫害的预防 这些药物也要喷 不然的话它虽然叶片长得油亮 但是也是短暂的 如果它生了病了生了虫了 几天的时间 这个叶片全部都给你霍霍光了 所以说病虫害预防也要同时进行 叶面肥尤其像零酸性甲 它对于月底的花苞形成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你喷了以后它的花苞才会开的又大又好 它的叶片也会变得更好看 希望我们今天讲这点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